来,我们看最后一页 诶,各位以前不知道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就是 心里面想一个数字 或者把它写下来 然后大家去猜 有吗? 没有 你们都 没有玩过多个人的 你只有玩过那个 那个 诶,那种叫什么 猜几A几B的那种 跟那个有点雷同,对不对? 只是我们就做比较简单一点 你今天就想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就规定大家想 三位数的999以内 那如果你 按下去 猜对你的 你的灯就亮起来 表示已经爆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解这个概念 我先给你看一下我的程式 这个打开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MQTT 这个是不是在哪里才可以用的? 是不是在云端平台才可以用的? 所以你用 体验版 就没有这个功能 那既然这是别人写的程式 你现在点开之后 是我写的程式 但是 请问你 你有写入的权限吗? 这个啊 你会有写入的权限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看一下 这里 这边还没出来 如果你拿到的是别人这个程式 现在是不是出来了? 你想要变成自己的 怎么办? 你随便动一个积木 比如说你把它删掉 它就会把这个积木 这个专案档 复制一份在你的那个 这里 有没有 专案档的列表 你会发现有一个相同名称 但是后面叫做附件 你可以试看看 打开我简报最后一页 本来我们分享的方法 应该是 像 我们刚才有提到 有没有 比如说 那叫Blockery 或者是那个 上面 我把它汇出嘛 再丢给你 但是这样太慢了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点到别人共享的 只要你动过他的积木 随便一个 没关系 你动哪一个都可以 那你到时候还原就好了 只要你有改变过 因为 共享出来是围堵的 所以你有改变过之后 他就会自动产生一份副本 在你们家的 这个里面 请问你的清单里面有看到的吗 用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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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要稍等一下 他好像比较慢 要稍微等一下 对对对对 有没有 你只要把一个积木 随便删除 我停用的那个是旧版本的 我只是保留在那边做个纪念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 因为旧版本的系台是可以用 只是呢 你不能混用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官网上面 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我不能用 就是因为我把它混用 因为混用 它里面层次码还是不一样 就是积木名称一样 但是写法不一样 所以还是有问题 所以你要用可以 要嘛就全部都新了 要嘛就全部都旧了 这样了解 好 有没有动一下 你这边就产生自己了 这个时候你要编辑就没有问题了 好 因为别人的你是不能够改 只能看而已 好 进来了对不对 来我先跟你讲一下 我那个程式的概念 你先看一下 我们这边用的是LD灯 所以我给它一个LD灯 角位 然后呢 我设了一个变数 为什么要设一个变数 因为我要去判断说 我的灯 现在要开还是要关 所以我这里也有把灯泡 是不是先关闭 因为这边我是用那个点击灯泡 点击灯泡的一个方式 这里 所以我在这边收到讯息 你看看 当我从这个test的这个频道 收到讯息的时候 如果收到的是999 是否设定一个数字 我们刚刚讲说拆戏嘛 所以等一下你自己要射哦 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拆啊 如果被拆到了 是不是灯泡就打开 这样有了解那概念吗 如果没拆到 就关灯 这样清楚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概念 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的 在这里 所以你在这边刚好可以学一下就是 我们的层次里面 不是有如果 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条件 就执行什么 否则就是上面这个 条件不成立 就做什么 这样OK吗 可以哦 好 有这个概念之后 看一下下面 这里我有一个是点击灯泡做一件事情 因为 这个呢 我要把你的数字是不是填进来 对不对 要送出去啊 接接 然后有一个提示讯息 我先执行一次给你看啊 来 执行一下 虽然现在是不会亮起来 因为我的号码也不对嘛 对不对 也没有这个装置 但是我按下去 等一下等一下 因为 这边 我的装置不是这一个 然后现在没有这个角位 所以点了 你们会看不到 这样会看不到 因为它会跳一个让你输入的 让你输入的 来 我改一下好了 这个 好 你回到我原本这个好了 抱歉 就是你回到这边 把这个号码改成你的 好 改成你的 我们执行看看 执行了 如果点到这个灯泡 点到这个灯泡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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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动了 现在好像比较慢 诶 来 我这边应该可以了 按下去 按一下 有跳出来 有没有 这样跳出来 你就可以打一个数字进去 对不对 来 那既然这个可以 我们就不要客气了 来 你先停止一下 大家通通都停止 这样比较公平 有没有 好 停止了 你自己设一个 你心目中的号码 好吗 不能偷看我的 999里面 还是我们简单一点 99就好了 因为这样命中率比较高 2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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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就好了 99以内 现在大家号码 是不是都设好了 OK 来 请大家 先按play 右上角 那個play play下去 先不要按灯泡 先不要按灯泡 如果你按了 先取消 因为我们要一个一个来 从这边开始 给你机会 你先打 1到99里面 好 行 好 好 好 存在 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了解吗?因为我们都在收听啊 所以我只要有收到那个号码是不是就会切换 所以你跟隔壁的试看看 偷看他的 打他的看看 不过他可能会很快就转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打 这样可以了解了 你看我的有人又拆四五人又拆又中了 还是 好啦这样有感觉了吧 所以其实MQTT就是这么回事好不好 他就是为了就是装置之间的所谓的简单的通讯来做这样的一个 比较有效率的执行 当然你可以利用这个还可以做更多 什么时候可以做更多 我也可以接到讯息的时候 我就把它先写到资料库去 以防万一我没接收到啊 对不对 可以啊 你可以做double的check啊 我们这种方式是没收到就丢掉 可是如果你是真正重要的 我万一这个时候不在线上 我应该要先去查资料库 最近的是哪一笔 如果超过多少时间我就不算 那可能多久以内我当做是有效值 我可以去把它再读回来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做检查 好所以其实写程式就是这样子 你也许想要第一个方法 可是有缺点我们就要再改进 让它做得更完美一点 OK 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课程 基础跟进阶就玩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 谢谢